纠置中小学校园手机之痛 如何管 如何用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 谢谢 两会时间 相关领域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表示 要纠置校内学生的手机之痛 要兼顾管和用 只有赌书结合 才可能达到理想效果 如何在中小学教育中更好的使用手机 已成为学校和家长必须面对的议题 2021年1月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有关通知 手机的使用被正式纳入全国中小学日常管理 两会时间 相关领域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表示 要纠置校内学生的手机之痛 要兼顾管和用 只有赌书结合 才可能达到理想效果 如何科学的管 随着手机的普及 中小学的老师与家长日常沟通开始 频繁借由通讯工具完成 学生们也几乎人人拥有手机 教育部这份通知重点要求 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 却有必要的需要家长同意并提出书面申请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教育厅总督学寒爱丽 对中兴社记者表示 手机除了提供便捷服务之外 对于中小学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学生年龄小 自制能力差 对网络内容缺乏鉴别力 往往容易沉迷娱乐 影响视力健康 甚或出现陷入网络诈骗现象 严重妨碍校园正常教学秩序 我们一直是把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园 作为学校底线制度之一执行的 作为浙江地区颇具知名度的中学负责人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明波市郑海中学党委书记张永梅告诉记者 学校会采取相应的措施监督学生执行 对违规者适当进行惩戒 同时秉持师生平等的意识 做到老师不在教室内使用手机 必须接听的电话和消息时需在教室外使用手机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西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鹏谈到 全社会应形成共识 让手机时刻存在于未成年人的身边 对他们的成长是不利的 他提出分学段分学校来处理校园中的手机问题 西山中学系寄宿制学校 手机管理相对容易 寄宿学校一旦处理不好手机问题 不仅影响学习而且耽误寄读学生的睡眠 对未成年人身心成长都不利 张永梅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他指出 对于住宿生而言 学校严格的熄灯和起床时间能够保证他们的充足睡眠 手机不应成为阻碍因素 其实在手机管理的过程中 我们也是一直顶着很大的压力 但就是一个意念 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就坚持做下去 怎样合理的用 在代表委员们看来 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的通知 切中要害 呼应了老师和家长的心声 与此同时 一刀切释办法 在现代化校园管理执行过程中同样不可行 韩艾莉谈到 中小学校要结合实际 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 将手机管理纳入日常管理 明确手机代入校园的原则和流程 避免简单粗暴 行政部门要指导学校细化手机管理规定 将学校手机管理情况纳入日常监督范围 明确专人负责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经常性监督检查 要广泛听取学校师生家长的意见建议 及时发现并纠正落实过程中的各类问题 张永梅表示 学校可利用德育小课主题班会等形式组织专题辅导 让学生敞开心扉弹手机擦亮眼睛看手机 进而达到科学和理用手机的目的 重点是从心理层面对学生进行疏导 引导学生摆脱对手机的依赖 进而专注于学业 西山中学开发和使用的移动终端提供学生学习 及与老师沟通的功能 唐江鹏同时指出 教育界也应重视通讯工具作为学习终端的功能 不能忽视科技帮助学生从线上获取知识所发挥的作用 教育部此次通知内容还包括 要求老师不得通过手机布置作业 也不得要求学生用手机完成作业 唐江鹏认为 在文化课业的教学任务范畴 学校不应通过手机布置作业 而在帮助孩子完成其成长的教育任务时 家庭的责任不能缺席 如监督孩子从事适度家务劳动 进行体育锻炼等 手机在校园中的运用 使教师布置作业的方式变得更加方便 这或许是学生和家长抱怨作业变多的众多原因之一 更好的在教学工作中运用手机 是对教师执行教学任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唐江鹏还说 在任何一次技术浪潮到来时 都有人会表达对传统教育冲击的忧虑 整体而言 我们应是趋利避害 不能夸大技术产生的价值 尤其在低幼年龄段 面对面教学仍起到主导作用 另外 技术也不是洪水猛兽 科技同样可保有传统教育所珍视的本真